来 先让我们的这位工作高手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现场的企业家 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一个撒画艺术工作者 我来自成都 我叫韩快快 谢谢 欢迎快快老师 大卫老师 我一定要送上我的赞美 就是看你表演的时候 特别是你那个画和画之间的流转的时候 我就体会到什么叫做妙手生花 潮汐啊 对您送上的赞美 我相信代表了所有的企业家 也代表了我 我在台下看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人 我整个人这个下巴是属于这样的 快快老师 我看您表演的时候 大卫老师下巴掉下来 我是眼珠子快掉下来 谢谢 因为我觉得您那个整个的画面 除了画得美 您的肢体 继美还有力量 我觉得您是把所有的元素合在一起了 然后就他的画面的节奏感 是紧紧地抓住了我们的心 他就像一个导演我觉得 就在这个整体的过程 包括你的肢体 还有这个所有的画面等等 一切行云流水的这一套 这个整体的操作下来 让我觉得就是你把所有的元素都一气呵成 而且还不能犯错 就这个整体的这个手上的功夫也是真的厉害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他的创作还不只是说功能性的表 他还有情感在里面 就刚才真的画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戴口罩的那一刹那和音乐配起来的时候 我其实都有点很感动 都想落泪了 因为他他是对这个传统的沙号 二次的创作 沙画师只是录手和录作品 对吧 但他把整个创作的过程也艺术化了 就像我们在看听钢琴大师和现场 看这个钢琴大师演奏的时候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现在叫互联网加 我觉得他是沙画家 他是沙画家音乐 加舞蹈 对吧 加创新加创意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谢谢 作为一个就是能够专业的沙画表演者来说的话 这个肢体员的表演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很多在座的各位老师 可能有可能你们平时也看到很多沙画 你们看的最多的应该是沙画视频 我这是沙画表演 沙画表演的话和沙画视频它是有区别的 什么样的区别呢 我们的比如说大家能看到我一场表演下来的话 我是提示很累的 我一场表演我需要有我的表情 我需要根据夜夜的节奏 有快或慢 激烈或紧张 放松或松弛 第二个人我需要去加上我的动作 我才能更好地去渲染它 比如说我画作为一个战争的英雄服 那么我就把自己化身为 这个作品上的英雄 我就在冲刺沙场 在蹬蹬蹬起到马跑 把自己投入进去 对 只有这样的话 你表演出来的作品才有灵魂 你让他能达到人杀合一的进步